经常喝牛奶对心脏到底有没有好处 中医告诉你答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对于牛奶是不是能喝的说法有很多种 有人说每天喝牛奶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也有研究表明牛奶摄入会提高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 那经常喝牛奶到底对我们的心脏有没有危害 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呢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作为中医我特别推崇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以五骨为养五果为柱五畜为益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里呢 还是吃粮食类的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牛奶呢对很多人来说 特别是脾胃功能弱的人来说 吸收困难就会造成脾胃功能更进一步的降低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腐胀啊吸收不了啊 以至于堆积在体内产生垃圾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并不赞成多喝牛奶 其实对于每个人的吸收情况不同呢 更重要的是去锻炼有氧运动 你的代谢增强了吸收的更好 那么你喝牛奶的基础打牢了 你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牛奶 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羊肉是血管狭窄的催化剂 这是真的吗 医生告诉你真相 秋天过了多半了 北方的暖气都来了 进入到寒冷的季节啊 该涮羊肉了 有人说关心病的患者少吃高脂肪的食物 这就有人说啊 羊肉是血管狭窄的催化剂 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宇浩教授 从医呢40多年 临床上治疗心梗脑梗关心病 血管狭窄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我们来说一说羊肉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滋补品 营养成分也非常的丰富 张仲景著名的当归羊肉汤 就是过冬郁寒的名方 但是呢 他被标上了心脑血管的催化剂 这一个标签啊 为什么呢 有句话呀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因为有人认为呀 羊肉含有很多的脂肪 是反式脂肪酸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呢 很容易造成肥胖 所以担心心脏病的患者 风险会因此加大 但是啊 经实验研究 每100克羊肉 其实含有0.4克的反式脂肪酸 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 规定成人每天摄入 反式脂肪酸2克以内 你想想 所以结论是适当的吃羊肉 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危害 但是吃法上一定要注意啊 感觉一说羊肉就想起羊肉串来 那是真香啊 可是这种吃法对心脑血管是真的使不得 最好呢 我们吃蒸的煮的这样的羊肉 羊肉呢 在中医里边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调理体质虚寒 阳虚怕冷 像血虚营养不良 都是很好的一个滋补品 对疾病的恢复是相当有效果的 脑供血不足 最怕你按这三个穴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供血不足啊 会引起头疼 头晕 记忆力减退 肢体麻木 流口水 这些症状 今天呢 教大家按摩这三个穴位 每天花上三分钟 就能帮助我们疏通气血 预防和改善 脑供血不足 首先呢 第一个穴位就是百慧穴 它位于头部 头顶正中心 经常的柔按呢 就起到疏通经络 促进血循环 提神醒脑 开窍的作用 百慧百慧啊 诸多经脉都从这里汇合 所以按一个穴位 就疏通了各个经脉 临床上也可以治疗 像高血压 悬晕 血管 神经性的头痛 失眠健忘 耳鸣 头重 脚轻 这些头上的问题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风驰穴 位于我们后颈 头骨下 发迹 这个附近 和耳唇 齐平的这个位置 经常按揉呢 可以起到疏风 解表 瓶肝 吸风 见脑 通落的作用 风驰穴 是人体的大穴 临床上主要是用于 治疗中风啊 癫痫啊 头疼 悬晕耳鸣 耳聋 失眠 颈部的僵硬 酸痛 这些症状 第三个穴呢 就是印堂穴 是位于前额部 两枚之间 连线终点 这个位置 刺激这个穴位呢 有助于推动 督脉 气血的运行 起到开窍 醒脑 疏风止痛 通经活络的作用 临床上像 头疼 高血压 失眠 鼻炎 感冒 精力不充沛 精神不佳 乏力 都可以暗柔 这个穴 以上这三个穴 可以用手指 也可以用一个梳子 从前往后 这样去梳 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风持血 千万不要去爱 就会 引风邪 内动 容易引起中风的 到供血不足的人 面部会有四个表现 看看你有没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现在的人啊 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的屏幕 不仅会导致眼睛的疲劳 还增加了脑部供血不足的风险 你像你老坐的呢 低着头 那颈部呢 也会受到了阻碍 对供血一定是有影响的 如果你是为了工作 熬夜 加班啊 从情感上说 还值得敬佩 但是 如果你熬夜 是为了追剧影响 规律 作息的话 那就不值得同情了 你这样做呢 会使你的脑部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 和脑部营养的修复 而且不合理的饮食控制 会导致你营养的摄入不足 也会对脑部的功能和血循环造成不良的影响 如果你面部出现了下面四个症状 就暗示着脑供血不足了 第一 视觉障碍 正常情况下 视野呢 应该是很清楚的 不会有重影 而不会突然的看不见 如果出现了视野一片漆黑或短暂性的失明 就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脑部缺血的情况 第二 脸部发麻 脸部的发麻和脑供血不足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 感觉神经传递受到负面的影响 会表现出来 头脚歪斜 半个脸麻木 包括你的两个法令纹 深浅不一样 第三 平凡的打哈欠 如果晚上睡眠质量还比较好 早晨起来仍然是频繁的打哈欠 而且犯困 就需要引起注意 这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 引起来的大脑缺血缺氧的表现 第四 说话不流畅 突然出现舌头肥大 舌根僵硬这些情况 导致语言不清 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失语 你记住以上这些了吗 脑梗不要乱花钱 再加四个黄金康复动作 帮你恢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后出现身体的偏瘫 手脚的麻木 这些症状的朋友 今天给你们分享四个黄金的康复动作 这第一个动作就是拍八须 八须的位置 腋下两个 肘两个 扶骨钩两个 窝窝两个 一共八个位置 去拍打 这样对八个打弯的部位 进行血液循环的增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肢体不利 我们针对关节的拐弯处 比如肘关节要进行强化弯曲动作 进行伸展弯曲这样的动作 第三个要进行大关节的转弯和转脚踝的动作 这两个动作畅通手臂以及下肢经脉畅通的关键点 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针对着手握举无力的情况呢 要多做抓握的动作 手可以抓握 脚也可以进行抓握 在脚站着地面的时候 用脚的五个指头去抓地姐再放松 这四个动作你记住了吗 脑梗后三多两少记心间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脑梗的患者在问 说如果脑梗以后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今天呢 就给大家解答一下 脑梗患者需要遵循的三多两少的饮食原则 第一呢 多吃豆制品 肉类里边呢 最好吃鱼虾类 第二呢 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比如像西兰花 苹果 蓝莓 新红柿 第三呢 多吃一些杂粮 主食中呢 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杂粮 比如玉米 燕麦 蚁儿 红薯 黑豆 南瓜这些 粮少呢 就是要少吃蛋糕 点心 奶茶 这些高糖的食物 糖分过多会容易造成血液的粘稠 使血管堵塞 不利于血管健康 另外呢 要少吃咸菜呀 腌制品 这些加工的食品 辛辣刺激的食物 还有动物的内脏 这些都要少吃 除了注意饮食以外 还有规律的运动 锻炼 这样才可以促进 甘油三脂的吸收 并且把它们转化为能量 起到降血脂的作用 脑梗来临的六大信号和四字口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啊 被称为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我们先说脑梗来临的六大信号 第一呢 就是一过性的眼前发黑 第二 出现异常的步态 比如说四肢麻木 单侧的手脚麻木 第三 突然的头部的悬晕 第四 短暂性的视力障碍 主要表现为视野的缺损 或者是视力的模糊 这种异常的视力状态呢 一般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会自动的恢复过来 第五 短暂的舌头发麻 口齿不清楚 吞咽困难 又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有一点漏饭 第六 反应迟钝 对声音 对光线 这些刺激反应啊 减弱或消失了 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 任何一种情况 都要尽快就医 如果确实是脑梗的发生 我们就要及早的采取措施 如果不是脑梗 那我们也别大意了 因为年龄大了 血管都开始长斑块了 斑块是脑梗最大的元凶 也要及早的治疗 下面呢 教大家脑梗的四字口诀 记住了 就把脑梗的发生几率 降到了至少一半以上 第一 少吃奶油 高油脂 高盐 高糖的食物 第二 控制血压 长期的高血压 对血管内皮会造成损伤 加速动脉周样硬化 第三 饮水要充足 保证摄入足量的水分 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 加速代谢 有利于减轻血液的粘稠度 第四 补充睡眠 经常熬夜会是机体出于一个应激状态 增加血管的紧张度 久而久之 就会损伤到血管 这以上的六大症状和四句口诀 你都记住了吗 血压超过多少 就会脑出血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 都会担心脑出血的问题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血压正常值跟年龄段有很大的关系 成年人的血压一般是在100到120毫米拱住 低压是处于60到80毫米拱住 由于现在高血压是比较普遍的 医学会将高压120到140毫米拱住 低压80到90毫米拱住 定义为正常血压的高值 但对于老年人来说 血压高一点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那血压高到多少的时候会诱发脑出血呢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值 如果血压忽然增高到低压120高压180以上 这是属于高血压的急症 有可能会出现脑出血或者是护网膜下腔出血 有些人血压不高也会导致脑出血 脑出血是因为脑血管受到了病变以后的破裂出血 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或者是脑血管的畸形 这个不仅会跟高血压有关系 也和血管壁的粗细有很大关系 如果血压正常 但是血管壁很薄 当情绪激动或者是脑力过度的时候 也会容易引起脑出血这些心脑血管疾病 也有的人血压略高一些 但是没有出现动脑硬化或者是血管壁厚实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即使是血压高一些 也不至于诱发脑出血 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还是要注意一些 如果已经出现头晕迷糊这些症状 而且血压已经偏高了 就要及时就医 心脏的三个重要穴位 你一定要记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心脏呢 有三个重要的穴位 有人说呀 这三个穴位呢 是急救的穴位 我不同意 当发生心脚痛急救的时候 说120没叫来 你就处理这三个穴啊 我建议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操作之下 对急性发作的心脏病患者来说 无异于做过激的动作 以免造成病情的加重 那这三个穴位呢 是你在平时保健的时候 最重要的三个穴位 一定要多把它们畅通 赶紧学起来 第一个呢 就是急全穴 这个位置很好找 我们反复说过 上臂外展找到液窝中部 这个位置上去扣积 这就是急全穴 这个位置上汇集了心脏相连的 许多神经啊血管啊 所以对心脏的问题 是一个重要的解决点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痰中穴在两乳之间 这个位置经常点按 解决这一点的疼痛问题 可以改善像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心痛 悬晕这些情况 也可以把手攥成全 五指关节处进行垂击 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穴位给激活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内关穴 这个穴呢 是在腕横纹上 两寸的位置上 按揉内关穴呢 可以振奋心痒 尽早的恢复心脏的功能 这三个经常按揉的穴 你学会了吗 揉搓手指 五足五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医人为呢 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啊 对应着是我们的五脏 大家伸出手指去看一看啊 五指呢 是脾 食指呢 是肝 中指呢 是心 四指呢 是肺 小手指 是肾 分别对着这个五指啊 有两种办法 可以去补一五脏 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对着这个五指 你去搓揉 畅通经脉了以后 对五脏就有好处 第二个办法呢 我曾教给大家 手掌按在桌子上 把胳膊伸直 然后去掰动这个手指 这样的方法呢 更有力的去畅通 你可以试一试啊 如果经脉不通的话 手指还是挺痛的 多练习练习 就可以改善我们五脏的功能 最毁心脏的三件事 很多人每天还都在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毁心脏的这三件事 很多人每天都在做 看看你是不是也在做 第一就是无运动 很多人体检的时候 心电图会有 斗性心度过速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心慌 心率过快 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运动量太少了 一般的说呀 当我在后脉的时候 一个人的心率 如果过于慢的情况 有两种 一个就是生理性的 我们都知道运动员的心跳 就偏慢的 这是正常的 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好 当然了 还有一种心率过慢 也是病态 那是心脏有问题了 所以当心跳过快的时候 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做一些 有氧的运动 这样就会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 这第二个毁心脏的事 就是熬夜 熬夜是非常消耗 我们身体里干血 消耗身体里边动力 会容易出现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 对自身各种 变异力的功能都会损害 如果本身又有 关心病的话 长时间的熬夜 心梗的情况 就会大大增加 第三个 损害心脏的 就是过激过饱 我们都知道 暴饮暴食呢 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对于关心病的患者来说 更应该避免过于饥饿 或者吃撑着了 这两种情况 这样会诱发心脚痛 心梗的问题 如果已经出现关心病 心率失常的朋友 一定要及时的找专业医生 进行规范的治疗 避免出现心梗 或者是心衰的发生 查出颈动脉的斑块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来告诉你 治疗的思路 是该吃药呢 还是该控制饮食呢 多数的斑块的患者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思路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如果你体检 发现了颈动脉有斑块 正确的做法 到底该是什么 首先 只要发现了斑块 就应该积极的应对 斑块 不管是多大多小 说回去观察去吧 千万别观察 等待着它长大 一定先把你的生活 调整到健康的水平 比如说戒烟 现酒 饮食呢 要低脂 低盐 低糖 接着呢 就要看你的斑块 是什么性质了 不同的斑块 危险的程度 也是不一样的 软斑块 属于比较危险的斑块 因为它破裂的可能性 相对就比较大 破裂以后 形成的血栓 就容易堵塞在脑部 心脏 甚至是肢体的血管 这样就会引起了脑梗 心梗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威胁到生命安全 那硬斑块的相对来说 就比较安全一些 因为它破裂的几率 是相对较小的 但也不能说放任不管 打个比方说 软的那个斑块 就像面包那么软 而硬的呢 像豆子一样 那你觉得 哪个更容易化掉呢 无论软的和硬的 都是可控可制的 对于斑块的缩小和逆转呢 也是有着很多成功案例的 出现斑块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让医生来帮你 订治疗的方案 每天按揉三分钟 心脏多用十多年 这样的好事 你不坚持做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想要心脏健康 不罢工 平常可以多按这 下面三个穴位 不吃药不打针 只要没事的时候 就用手按一按 揉一揉 能帮助我们 养护心脏 防止心血管的危险发生 这个视频呢 很关键 错过了 损失就大了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 收藏起来 防止滑走以后 找不到了 这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极拳穴 在液窝的最深处 在这里呢 是液动脉的搏动处 是心经的源头 心经呢 从极拳穴开始 逐渐的向下 贯通整个经脉 经常会有胸痛啊 喘气都费劲啊 心慌这些症状 可以多按一按 这个穴位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是在我们的万恒纹上 两寸的地方 在两个经之间 这个位置 是守绝因心包经的 常用的疏穴 经常按揉这个穴 可以预防心脏 出现问题 缓解疲劳 安定神志的功效 第三个穴呢 就是弹中穴 是人体重要的穴位之一 在前正中线 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它有行气 化淤 宽心顺气 疏通筋脉 这些作用 平时如果感到肺气不足了 会有心慌气短 就多按一按 这个穴位 气就足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多揉一揉 帮助我们养护心脏 但是如果你的心脏检查 已经出现了问题 那就不仅仅是要养的问题了 还需要及时的就医 辩证开发 搭配上汤药一起用 效果才能更好 气血足不足 就看这一点 三招激活全身的气血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轻松判断 气血多少的方法 后面也会给大家讲 几个补气血的方法 气血足不足啊 我们最直接观察的 就是脸色 分为三种情况 气虚脸色是发灰的 往往还会伴随着疲倦 乏力 食欲不振 舌蛋太白 脸色的灰还透着白 这种灰白的颜色 就是属于气虚 再有呢 就是血虚 往往面色是惨白 或者是伪黄 而且呢 还会出现疲倦 怕冷 头晕 还会有心慌 心跳过快 还有可能是过缓 最后说一下 气血两虚 其实呢 气虚和血虚 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只要你气虚了 或者是血虚了 时间一长 不去调理的话 最后都会导致气血两虚 气血两虚呢 脸色除了上面说的这些 不正常以外 更重要的是 衰老 比如说长着纹 皮肤松弛 眼带大 毛孔粗大 头发的干枯 还有脱发 女人的更年期呢 更容易提前这些现象 想要激活全身的气血 可以尝试着下面三个方法 第一就是直接用一些 补气血的方药 快速的把气血补回来 第二呢 就是要调理脾胃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不管是吃药 还是吃好的饮食去补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脾胃 去吸收的话 也没办 所以向饮食调整 多吃一些南瓜呀 山药啊 莲子 红枣 枸杞 龙眼 花生 这些健脾异味的食材 当然了 健脾胃 也可以配上具体的方药 把脾胃的功能启动起来 第三呢 就是从养护肝血去补气血 因为肝为血库啊 血是藏在肝里边的 那么肝血补足了 让身体的血也能够更好的恢复 补气血呢 一定要记着 不能够一边补一边漏 既要守得住 又要藏得住 这就得好好的对待肝 怎么去藏好血呢 很多人熬夜 初不知啊 这熬夜的时候 就把藏血的这个肝呢 给损伤了 你就藏不住血了 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肝才能得到很好的修复 肝血才能够充足 烟酒不沾 却得了脑梗 原因终于找到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说到脑梗的原因啊 大部分的人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吸烟喝酒 可事实上 也不完全是这样 在我的患者就诊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 你之前喝酒吗 抽烟吗 比如说这位患者 老程 他从不吸烟 不喝酒 也没有三高 脑梗怎么会找上门来的呢 老程的妻子 揭开了这个谜底 他们夫妻来自于农村 在北京立足很不容易 就为了多挣一些钱呢 老程就打着两份工 加班加点 连续工作了一个月 每天都忙到第二天凌晨 睡眠时间很短 平时呢 还爱着急 之前也出现过 一过性眼前黑蒙的现象 就是眼前突然的发黑了 但是老程呢 没有在意 就在一个凌晨 老程突然发生了脑梗 从这一个实例里边 结合我40多年的临床经验 长期睡眠不足 作息不当 情绪突然激动 都是引发脑梗的危险因素 大家千万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睡前催眠五步曲 好处多有多 经常失眠多梦 半夜容易醒来 白天呢 又胡思乱想 心烦意乱 全身乏力 没有精神 挺好啊 不管你是白天多忙 都一定要在睡前呢 花上这么几分钟 做一做 睡前的五步曲 这第一步就是搓鼻子 双手呢 食指在鼻翼的两侧 上下来回的搓酒香 搓热双手 趁着手热的时候 捂上双眼 两只手呢 轻轻的放在眼睛上 你眼睛用了一天了 所有的疲劳 在这九秒钟里边 让它去舒缓 放松你的眼睛 这第三步啊 是搓耳朵 搓耳朵方法呢 用剪刀手 放在耳朵的两侧 从下面腕上 这么搓 来回搓酒香 第四呢 是搓额头 我们额头这地方呢 又称为印堂 这也是我们一天的思绪 烦恼的这个地方 容易形成穿字纹 那我们用三个手指头啊 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拇指去掉 这三个手指头 用力并拢起来 从鼻根向上搓 搓到额头上面 搓酒香 第五步呢 就是横扫神庭穴 神庭穴呢 在我们正中间鼻梁向上 到发际这个位置 一横指啊 这个地方呢 是神庭穴 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手指也好 或者是用梳子 在你睡觉前 横扫神庭穴 这样横着去搓 用点力气 就像扫除这些庭院的叶子一样 那你会觉得整个头脑呢 像波云渐日 清爽明朗 这个动作呢 还可以帮助你进入深睡眠 而噩梦不扰 使心安魂定 第二天早晨都会觉得神清气爽 横扫神停穴 扫去烦恼和忧愁 轻松睡眠 心安神定 一觉睡到大天亮 以上五个步骤 从今天晚上睡眠的时候 你就反复的听一听该怎么做 按照这样五步骤 去轻松入眠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好睡眠相伴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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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